很多人假日会开车在全家人出游 但您知道车内潜藏多少危机吗 不止高温曝晒会让车内毒气倍增 还有从车外潜入的PM2.5 酒味更换的空调滤网 会附着大量污垢灰尘蚂细菌等过敏源 影响到家人健康 那么安利最新推出的车用空气清净机 5分钟就可以降低车内PM2.5的浓度 更是全球第一台 荣获英国过敏协会认证的车用空气清净机 那么在车上装一台 就不用担心车子变毒气势了 全家大小开行出游 可是太阳高高挂 日正当中车内真的好热好热 好热 我要看一下冷气快点快点 热死了 好啊我开 咦赶快开了冷气 但是怎么宝贝好像出现过敏症状 又是咳嗽又是流鼻涕 是不是车子里的空气不干净啊 宝贝你还在不舒服一直抓 还打喷嚏 宝贝是不是因为我们车子里面的空气 不干净啊 应该不止吧 你看他那个娃娃玩那么久了 一定有很多城蛮跟灰尘啊 啊那怎么办 原来车子里不只是坐垫和脚踏垫 夺满了脏污和灰尘 小朋友爱玩的绒毛娃娃上 也有满满的尘满和细菌 潜藏的空气危机 还包括了空气滤网 吹出来的黴菌灰尘 车外潜入的PM2.5和花粉 车内制品释放出来的甲醛甲本 食物的异味和烟味 都可能是造成不舒服的过敏源 没关系 我有新法宝 有新的空气清净机在车上咯 没错 车子里更需要进化空气 需要一台有效的车用空气清净机 根据调查车内的空气品质 的确比车外脏 而且随着时间地点季节变化 有时候车内空气 甚至比车外糟了15倍 所以空气滤网也要经常更换 所以每次出门都要记得 打开车用空气清净机 确保车内的空气品质好清晰 一家人开着车开心出游 才能大口深呼吸 案例新闻六月份林博元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